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守者上来了 这时候做一个胯下 要往这边走 然后这时候防守者会往那边去 然后突然接一个变向 这时候如果能直接过掉最好 如果过不掉 从这儿你在体前拉回来 这边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背后 背后运球非常有助于你衔接转身的 背运接转身是比体前要方便一些 这样拉回来 再转 这样可以直接杀到篮下 然后现在咱们连贯的做一遍 跨下看防守者变向 交叉步过来 快速背运拉回 这时候防守者以为你要回去或者传球 突然 右手把球扣住 左脚向这边迈 放球 在篮下完成终结 以上这一套动作 最重要的就是你重心要持续的保持低 在你做胯下的时候 是低的 然后体前还是低 然后背运还是非常低 而且幅度要大 到篮下 用身体对抗 找机会 从正向 反向 都ok 去完成终结 下面一个动作讲一下 变向舞蹈如何接转身 一般是接体前 胯下 背后变向舞蹈比较多 现在咱们做一下转身呢 首先咱们迈左脚 球往右侧放 然后右脚快速向前跟进 注意这身球放慢一些 脚下 右脚迈过来之后 左脚快速上前 左脚快速上前 右脚迅速向后撤 然后去完成一个转身 连起来 iPhone 脚顿 ением 这个动作因为你脚下调整的非常多 球练的时候可以放的慢一些 下面完整的上个篮 大家注意我脚下的动作 以上两种转身过人都是面框而进行的 然后下面咱们背框进行一个转身 比如说你从底下溜出来之后 然后你后面有人跟着你 这时候怎么转身怎么摆脱 首先前进往外晕 在你运球的过程中 左脚第一步右脚第二步 这时候运一下球 运一下球 注意脚下要有一个变化 你的左脚要灵活的脚踝要灵活 然后右脚要向反方向胯 完全迈过来 手上 起始是左手运球 迅速右手推过来 把球向前推 进行一个转身 连贯完整的坐一下 有人跟着你 走走走 运一下 转身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球转运照先 以上就是欧文的常用的转身过人套路 建议练一些基本功再去尝试这些动作会更加的熟练 后面还会给大家分解欧文的其他动作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过程动作 球星动作可以下方评论留言 记住我有用按照方法过掉您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天剑蛮生长 别忘了收藏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